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SK二级考试 HSK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 共三十五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们家有三个人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他在洗孩子的衣服 他在洗孩子的衣服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二 这次 我们是第一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三 他笑着说 明天见 他笑着说 明天见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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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跑步 去学校吧。 6. 给 喝杯茶。 7. 给 喝杯茶。 7. 小姐,这里不能打电话。 8. 你别睡了。 8. 快起床。 8. 你别睡了。快起床。 9. 没错。现在是3点05分。 9. 没错。现在是3点05分。 10. 你想知道?好吧。那我告诉你。 10. 你想知道?好吧。那我告诉你。 10. 第二部分。一共10个题。每题听两次。 10. 比如。 10. 你喜欢什么运动? 10. 我最喜欢踢足球。 10. 你喜欢什么运动? 10. 我最喜欢踢足球。 10. 我最喜欢踢足球。 10. 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 11.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小狗。 11. 谢谢你。 11. 谢谢你。 你怎么啦? 没什么,今天的工作我没做好。 十二 你怎么啦? 没什么,今天的工作我没做好。 十三 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我觉得很漂亮。 十三 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我觉得很漂亮。 十四 咖啡喝太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知道,我就每天上午喝两杯。 十四 咖啡喝太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知道,我就每天上午喝两杯。 十五 你到哪儿了? 我在公共汽车上呢,你再等我几分钟。 十五 你到哪儿了? 我在公共汽车上呢,你再等我几分钟。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 十六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 没事儿,吃点药就好了。 十六 你生病了? 没事儿,吃点药就好了。 十七 张先生 您看一下,您的名字,我没写错吧? 没错儿。 没错儿。 十七 张先生 您看一下,您的名字,我没写错吧? 没错儿。 十八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可以开始了。 十八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可以开始了。 十九 这些桌子和椅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今天中午 十九 这些桌子和椅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今天中午 二十 他的舞跳得好不好? 非常好,我喜欢。 二十 他的舞跳得好不好? 非常好,我喜欢。 第三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小王 小王 这里有几个杯子 哪个是你的? 左边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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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杯子 哪个是你的? 小王 小王 allí有几个杯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 昨天没踢足球? 因为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 他们为什么没去踢足球? 22. 买到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到电影票了,今天晚上的? 没有,是明天的,但是比今天的便宜四十块钱。 他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 22. 买到电影票了,今天晚上的? 没有,是明天的,但是比今天的便宜四十块钱。 他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 23. 买到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3. 你姐姐真漂亮,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吧。 我姐姐的儿子都两岁了。 他姐姐怎么样? 23. 你姐姐真漂亮,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吧。 我姐姐的儿子都两岁了。 她姐姐怎么样? 24. 你姐姐真漂亮,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吧。 也好,晚上等你电话。 男的手机怎么了? 二十四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这件事情晚上再说吧。 也好,晚上等你电话。 男的手机怎么了? 二十五 你真的认识鹿,是不是走错了? 没错,那个医院我去过好几次了,就在前面。 他们要去哪儿? 二十五 你真的认识鹿,是不是走错了? 没错,那个医院我去过好几次了,就在前面。 他们要去哪儿? 二十六 我回来了,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有你最爱吃的鱼,它们最可能在哪儿? 二十六 我回来了,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有你最爱吃的鱼,它们最可能在哪儿? 二十七 爸,我现在七十公斤了。 多少?七十公斤?那你真要多运动了。 爸爸让女儿做什么? 二十七 爸,我现在七十公斤了。 多少?七十公斤?那你真要多运动了。 爸爸让女儿做什么? 二十八 看见没?那报纸就在电视旁边,左边。 等一下,你这儿的东西太多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八 看见没?那报纸就在电视旁边,左边。 等一下,你这儿的东西太多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九 你住哪儿?离学校远吗? 从他家到学校,也就十分钟的路。 从他家到学校,要多长时间? 二十九 你住哪儿?离学校远吗? 从他家到学校,也就十分钟的路。 从他家到学校,要多长时间? 三十 这个茶馆是什么时候开的? 去年 他们在说什么? 三十 这个茶馆是什么时候开的? 去年 那时候,你还没来中国呢? 他们在说什么? 第四部分 一共五个题,每题听两次。 例如 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 是这儿吗? 不是,是这儿。 好,谢谢。 男的,要写什么? 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 是这儿吗? 不是,是这儿。 好,谢谢。 男的,要写什么? 现在开始 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你现在到哪儿了? 正在去飞机场的路上。 你已经到了吗? 对,我下飞机了。 你多长时间能到这儿? 对不起,很快。 十分钟就到。 女的现在在哪里? 三十一 三十二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公司早上几点上班? 你们公司早上几点上班? 九点 下午五点下班? 好的,谢谢。 这个公司几点下班? 三十二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公司早上几点上班? 九点 下午五点下班? 好的,谢谢。 这个公司早上几点下班? 这个公司几点下班? 三十三 九月去北京旅游 北京九月,天气不冷也不热。 我去玩两个星期,十月一号回来。 那 我去玩两个星期,十月一号 我去玩两个星期,十月一号回来。 谢谢妈,谢谢。 谢谢妈,是什么? verd 手表?太好了! 妈妈送的是什么? 三十五 请问,张老师在家吗? 请进,你是? 我叫李红,我是张老师的学生。 请坐,他在房间里看书,我去叫他。 谁找张老师? 三十五 请问,张老师在家吗? 请进,你是? 我叫李红,我是张老师的学生。 请坐,他在房间里看书,我去叫他。 谁找张老师? 请在这一暂时认为我叫李红。 校图人,我是张老师的学生。 先生,我忘了对他在家里看书。 我叫他在房间里看书。 感谢观看